公債的投資跟股票不一樣 因為公債很多時候是長期投資 你只要覺得這個殖利率核算 你只要報到那個到期 公債到期 那你賺到這個利率 OK的 因為公債的投資跟那個股票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是 你要買定存的那種概念的資金 你來買長期公債賺殖利率OK的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現階段還是可以買 就看你是不是長期投資的觀點 你是不是買定存的觀點 如果你是要買定存的話 那你買這些公債的殖利率 不是比定存高嗎 是定存概念的那種資金 來買長期公債 這個還可以考慮考慮 但是如果你是風險資產的操作 買股票的那種概念的話 那你千萬不要以為公債的價格 已經落底了 不見得 老師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公債的價格不見得落底 但如果你是定存族 或者是說 你要賺利息 你很保守的人 反正與其放銀行定存 一年期的定存利率1.35% 不如去買一些公債的相關的商品 來賺值利率 賺值利率 現在十年期公債值利率 至少是3%多 可能會到4%以上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老師是建議 大家可以做這樣的步驟 可是如果你是比較積極型的投資人 你誤以為現在進場 兩邊都可以賺 也就是資本利得或者是殖利率 兩頭都可以賺的話 老師認為好像沒那麼好看就對了 可是你千萬不要以為公債價格已經落底了 因為公債價格還有可能繼續下探 但是你如果平均買起來 你如果只是著眼於賺值利率的話 公債是可以考慮看看 看每一個人風險承擔能力不一樣 好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我想要再回過頭來 請教老師這個問題是因為 我覺得大家都很關心日元的走勢 因為之前日幣是一度扁到150 那最近稍微有一些回升 我們剛剛提到的神元英姿先生 他就特別提到說 他預估兔年日元有機會回升到120左右 老師也認同這樣的數字預測嗎 應該是110 110 老師你終於開金口 你知道我等你這個答案等多久 就是說正常話 因為你知道前一陣子 幾年前的話 我們還看到一百零幾 104 108或者110 112 這個升值升到120以內的話 應該是正常的 就是說日元要正常化 貨幣政策整個正常化 所以日元結束它的量化寬鬆 跟零利率時代 走出它的所謂失落20多年的困境 應該是接下來20年的大浪潮 所以老師看好日元升值 也看好日股的走勢嗎 是啊 你不然為什麼巴菲特去買日本的五大商社 沒錯其實巴菲特就是長線投資的觀點 那最後也想再幫觀眾朋友釐清一下 那既然日元會升值 可是我們大部分的觀眾朋友還是持有的是台幣的資產 如果日元對台幣的這樣的一個走勢的話 老師也認為現在如果要去日本旅遊 或者是有一些貿易往來關係的話 是不是要多換一些日幣呢 是啊答案很簡單 答案是對 好老師你知道因為你論述那麼多 我們有些觀眾朋友可能沒有辦法吸收跟消化 我們總是要給大家一些結論 那最後老師還沒有針對我們今天這次的主題 有沒有其他的建議跟想法 現在我們看出來楊金龍的任期也是明年要大 所以它也會有任期末期效應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這個現在有通膨壓力 但是它也不怎麼升 那因為它理由是說會影響到黃貸族車貸族等等 不過現在我們看起來這個日元的問題比較重要的是說 它是一個長周期的歷史重大轉折點的那個起點 當年90年代初期的時候日本開始泡沫破掉 日元升值的那個效果冲撞到泡沫的破掉 然後最後逼日本央行進入這個零利率 是西方國家裡面首先進入零利率的跟量化寬鬆的 為美國這個貨幣政策的實驗鋪路的 那現在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 日本開始進行正常化貨幣政策正常化 它也在進行國防正常化 那個自衛隊要改成國防軍 所以現在是一個大浪潮的開始 我們不要只是看到匯率跟金融市場的變化 也應該看到整個事情是在一個地緣政治大革級轉變的開始 好 所以日本要重返榮耀了 這個標題超棒的喔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讚留言 並且訂閱華視優選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喔